東北什麼什麼 大鼓大人 要買... 要買 因為我很擔心 好事就是十三萬就來到宮崎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我是九州鎮男人 九州鎮男人怎麼吃 會告訴大家 我跟你講 九州鎮男人怎麼吃 直接字 我是鎮男人 這次他已經返鄉 我在這邊真的好威喔 你看所有的人 就是縣政府的人 都來歡迎我們耶 真的 你們對的事情 對我很不好 真的 很多兄弟 以後我都會背著跟你主持 夢多什麼什麼 你在幹嘛... 快點給他戴上這個 好 謝謝大鼓大人 我們在宮崎橫著走 因為我們的大鼓大人超級威 他為我們安排了全宮崎 最高級的飯店 或整片 我從來沒有看過日本櫻花 沒有耶 宮崎大使把你塞的啊 這些人應該不會都是靈眼吧 還有我們想要花多少錢呢 如果我在不用錢 九州鎮男人 大鼓竹水帶路 宮崎 宮崎 現在就Let's go 歡迎收看 太棒了 我們九州故鄉之行 來到了宮崎 所以九州曾男人大鼓竹水先生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身分 就是宮崎大使 他等於是當地的超人氣洪心 所以我們在這裡 跟著寒水會結凍的大鼓大人 不用叫... 想要什麼都可以 而且還帶了他的好朋友 來到現場 讓我們掌聲歡迎三位好朋友 好朋友 來... 好可愛 嗨... 嗨... 嗨...嗨... 嗨... 他們都是我們宮崎仙的 吉祥物喔 三個千萬萬 我跟你講 因為大家不相信 我是宮崎大使 大家知道我是吹牛 但是說真的 我是宮崎大使 這次呢 讓你們去好玩 很開心 很幸福回到我九州那裡的庫山喔 YA 西地 九州曾男人夢想成真 恭迎回來囉 這種澎湃又激動的心情 看得阿松我也是好感動啊 宮崎位於九州東南部 常年陽光普照 所以自古以來就被稱為日向國 不僅如此 她還瀕臨太平洋 碧海藍天 配上隨處可見的棕櫚樹 不怪喔 日本人很自豪的 又把宮崎稱作東方夏威夷 好 現在來到宮崎仙的第一個點就是 青島青島 青島聽說是神話的起源地 就在後面那個島上 而且旁邊你看喔 這個叫做鬼的洗衣板 你們看過那個洗衣板嗎對不對 那個一塊一塊那一種的 對 它的形狀跟它的形狀有一點像 然後日本的鬼是很大隻那一種的鬼 來這邊洗衣 就是有獠牙的那個 對 那牛仔褲那個鬼洗是鬼洗嗎 好像是喔 是嗎 是在這邊洗嗎 有可能喔 是嗎 我打電話問一下 戴琳啊 你是要打電話問誰啦 來到青島可以一致滿足你 抗海玩水上登島拜神社 觀岐石拍美照的三個願望 難怪是來宮崎必彩的觀光聖地啦 而助力在海邊旁的那個紅色鳥區 則是通往青島神社的參道 看看是不是這邊很有難過的感覺 有沒有 真的耶 我去過日本神社裡面 只有這個最有這種熱帶風情耶 因為宮崎縣屬於是九州的南部嘛 對不對 東南部 所以是比較熱 所以就是他們像這種自然的東西 不太一樣嘛 對 好特別喔 非常棒 這裡的戀愛非常有名 你有來這裡求過嗎 有 那個時候還是冬天喔 然後我再找他 我們有沒有去約會 他說好 然後來到這邊 那個很冷 他說寒冷 他說還好嗎 就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我們在一起吧 他說然後就這樣 我沒有... 巴鈺 看來 對了啦 這邊除了要買林燕的戀愛玉手 來守住愛情 並買的還有那個 限定版的椰子樹玉手 是不是超可愛的啊 大家要去哪 因為很多人只有看到 在你的時候就回去了 很可惜 真正好玩就是這邊 Let's go 穿過會馬走進樹林 深處的鏡頭有做員工 是青島神社原本的建立位置啦 據說可是很有神力 而且這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許願方式喔 這個就是要丟在裡面 然後這個很簡單喔 丟在裡面 看到圓圓的那個地方嗎 有 你可以丟在中間的時候 你的圓萬斯城 心想城鎮 心願就會達成就對了 對 那地上那些破掉的怎麼辦 破掉其實你不用擔心 破掉的意思是你的不好的圓 就會走開 希望食尚玩家可以達到金鐘 然後我越紅... 然後食尚玩家可以走到30年 好不好 然後老的時候大家不用嫌棄我 然後台灣的觀眾朋友 不用嫌棄我我只有老粉 先生 你會不會太貪心啊你 有點緊張 好厲害喔 好強喔 好強喔 你好強喔 你看我的夢想 真正就是食尚玩家來到攻擊線 就是我的夢想啊 夢多大人給你棒棒光波 今天就給你好好完成夢想 光松耀祖的帶食尚玩家 在攻擊橫行無阻 我們在角色 當地啊 攻擊因為陽光充足 所以盛產各種水果 當然品質也是素晴 其中更是有種水果 讓這群來自台灣的觀光客 看到之後呢 一直吵著夢多大人說 想要吃吃看啦 這算便宜的 這一顆啊 這一顆3500 還有4000的啦 最貴的4000 算便宜了 不... 不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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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芒果喔 2500的一下就被滿光耶 已經切好的也有啦... 你沒有看錯 這就是台灣也有產的芒果 日本唯二的芒果產區 就在沖繩跟攻擊啦 只是在台灣阿松和阿布買芒果 可是一樓一樓的買 但在這裡可是較貴的 單顆單顆包裝耶 謝謝夢多哥 謝謝夢多哥 謝謝你們 我最貴的芒果是多少錢 就是你說那種 第一個飆下來的 30萬日幣 就還有芒果 每天都吃芒果 我還是喜歡台灣的芒果 但我們就是來宮崎 我們要吃一種氣氛 OK 吃氣氛 好 如果你錢帶了很多的話 或是你身旁有夢多的話 你要不就要有錢多 要不就要有夢多 什麼... 什麼東西啊 各位Luke 現在窗外綿延不斷的海岸線 就是日南海岸 沿路也可以看到洗衣板地形 舒服的天氣 超有度假的感覺 讓人是鬆鬆鬆鬆啦 來喔 地上比較好耶 聽說夢多大人接下來 就要帶我們前往一個 超厲害的景點囉 我真的好喜歡宮崎喔 是不是 這裡的天氣 這裡的陽光 還有所有感覺 都很像夏威夷耶 對 沒錯 然後宮崎縣是日本的夏威夷 就是綽號啦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很多日本人 還沒不能去國外旅行的時候 夏威夷還沒出現 之前這邊是日本的第一名 想要來旅行的地方 但現在又多了一個理由了 我超期待的 因為這個點 有一個世界遺產的複製 是 沒錯... 很厲害喔 我要帶你們來看囉 我超期待的 這邊... 大家轉過來 就是長安 為什麼 我還想... 那你一攻擊大使 但夢多渠水 竟然給力到連磨礙都請出來了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來到空井縣就可以摸得到它喔 怎麼樣 我超速看起來好乾淨喔 我現在也很乾淨 我真的一度以為我在回到復活捷島了耶 歡迎回到食尚玩家 不要懷疑夢多還在宮崎 宮崎可是有全球唯一 復活捷島的復刻摩埃耶 你知道我們去復活捷島 看摩埃像 花了多少錢嗎 多少錢 拍攝費大概花了10萬元台幣上吧 真的假的 對 他們用摩埃賺那麼多錢喔 對 但因為我們來到宮崎 拍摩埃像要花多少錢呢 如果我在 但是客氣 我不在的時候還是要付 謝謝大鼓大人 不要講... 你知道我們在復活捷島的時候 都不能空拍喔 然後也不能靠近摩埃像 因為它就是前面有唯一個 距離很廣的安全線 你是不能越過去的 沒關係 它隨便可以摸 都可以喔 隨便 讓你們摩到寶 真的是叩謝夢多大人啊 觀眾啊 這裡是日南太陽花園 只要花日幣700元買張門票 不只可以摩埃摩到寶 等等還要拍一道爽 等一下 但為什麼這裡會有摩埃大軍啊 因為當初復活捷島的摩埃 不是島了很多嗎 對 那宮崎這邊的人 就有幫忙去修復 所以後來這個復活捷島的長老 就官方授權 是 沒錯 全部同意 就是說在這邊可以用複製的 復活島的本來也是差不多這樣嗎 不一樣... 這個比較完整 什麼意思 我們往後退一點 對 復活捷島的就是有很多 是有殘缺的 然後有的甚至這個座上面 什麼都沒有 是啊 對 而且還不難進去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 怎麼樣 怎麼樣 全部了吧 誰知道你到那麼遠的地方 來到空極線就可以摸得到它喔 光是這排摩埃就足以現在 立馬即刻訂機票了啦 對了 這七座十項 還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運勢喔 分別是 事業健康戀愛 幸運結婚金錢學業 你想要增強哪方面的好運啊 就摸哪一個啦 真的有夠趣耶 你知道去到復活捷島 要花多少時間嗎 我們轉了三四趟的飛機 總共花了快40個小時 才到復活捷島耶 現在你只要花幾個小時的飛機 就...不對 一個多小時就可以到 對啊 不到兩個小時啦 而且是現在台北跟宮崎線 有租飛喔 對 然後就可以來這裡 看到復活捷島的雕像囉 沒錯 摩埃 Oh yeah 天啊 Oh yeah 好啦 妳開心了 好開心喔 真的喔 這排排站的摩埃啊 真的可以說是夢想達成的捷徑啦 而且還搭配宮崎自豪的 藍天綠地無敵海景 讓人是拍照拍不停 忍不住想殺光所有的記憶體呢 是 它有點仿那個 度活捷島上的那種感覺 就是要弄在海邊 然後前面是整個大草坪的那種 那種氛圍 然後它又放 一個度活捷島的傳統音樂 真的喔 它就是要讓你誤以為 你好像是真的在那裡 很強耶 很強耶 我們那時候走那個海灘走好久 對 日本人真的很強 而且我們的導遊說 在春分跟秋分的時候 太陽啊 會從這七座中間升起耶 那時候拍起來一定超漂亮的 我真的一度以為 我在回到復活捷島了耶 歡迎大家排隊報名 來找大谷大人玩 說真的 這樣虎看一整排的摩埃大軍 真的好療癒喔 南島風情混合復活捷島的世界遺產 真的讓人完全忘記 自己還在日本說 食尚玩家到你家 今天我們要拜訪的呢 是大谷大人他本人的家喔 大谷大人現在心情如何 我跟你講 非常的緊張 因為你們這些會講 副受報道的來到這邊 我怕媽媽會嚇到 怎麼會 那請問媽媽平常在家裡 有穿衣服嗎 怎麼會怕 巴小鈺啊 不要再鬧夢多大人了 趕快去按電鈴啊 媽媽 嗨 媽媽 請 妳有點媽媽 請... 請... 好可愛喔 走吧... 請... 夢多卡上浮誇式的悲文 有可愛的啦 看來浮誇天心是一脈相傳啦 那當然來到夢多大人家 巴鈺跟製作單位 都有獻上的伴手禮啦 開始了 媽媽 好可愛喔 他害羞了... 他害羞了... 他還幫忙 怎麼... 一次是這樣子都拍不到他了 好可愛喔 媽媽 媽媽 我的妻子太太 太太 嗨 嗨 他會接受耶 寶寶 嗨 媽媽真的很開放喔 巴小鈺啊 你是在演哪出啦 不過夢多卡上也很配合演出耶 而且他知道我們要來 還特地準備了一堆夢多小時候的照片 要來跟大家分享 可愛 你看 一樣啊 長得都一樣啊 小時候真的單純很多耶 真的也很單純 我小時候看起來好乾淨 我真的也很乾淨 媽媽 他小時候是一個調皮的孩子嗎 我小時候是一個調皮的孩子嗎 我小時候是一個調皮的孩子 我小時候是一個調皮的孩子 很聽話 他有做過什麼 最貼心的事情嗎 我小時候 一遍... 一遍... 這是真的 他跟媽媽一次都沒有炒過家 爸爸都沒有 不讓我煩 對 我剛剛我的爸爸也是 我沒有炒過家耶 所以我不知道是盤逆 其實這件事情 什麼 我如果一個盤逆是什麼東西 他不懂 我一個都沒有 我叫做盤 好乖喔 真的跟我們認識的那個夢多 沒關係... 沒關係 不用歡迎 謝謝 從這些照片就看得出來 夢多桑是在一個 充滿愛的家庭長大 跟媽媽感情超級好的 阿爸預說接下來 他要來突擊的是夢多的房間了 你看我爸爸 他是也是那個... 運動選手 奧運選手 拿那個... 拿聖火的 你家的基因好好 你看夢多是獎盃 對啊 所以之前沒有人相信我是過手 但是是真的過手 這個在我們台北的哪一條街 很容易就可以定做得到 喂... 什麼... 你會不會瞭間啊 別看夢多桑啊 平常在節目上浮誇 老梗 胡子又愛瓜不瓜 但私底下的他啊 可是超認真 努力又真誠的人 雖然他還有很多 見不得人的小秘密 我是說接下來大鼓大人 就要帶我們去另一個 他的口袋愛店啦 來玩我家玩之後呢 是不是肚子餓 餓 我跟你講喔 如果你們來到我家玩 一定要吃一個東西 非常厲害 而且這個東西現在 東京人模仿到非常流行 所有的日本人吃到這個東西 但是他的機嫌就是這邊 在你家旁邊耶 對 這個走路一分鐘就到耶 去吃 來... 坐... 鄉親啊 這間就是讓夢多在台灣 思思念念的宮崎味 別以為這只是一般壽司店 這裡可是我去壽司捲的 創食老店耶 就是他們叫做 沾一點 像這樣子 一口嗎 一口 如果吃到完的話 沒想到美乃滋跟飯的搭配 就好像奶油浸到飯裡面 變成一種滑順感一樣 對 沒錯... 日本米很好吃 當然不在話下 他加了生菜進去 很新鮮 很清脆 而且這個是真正的 我的小時候的回憶 我說真的啊 我從3歲吧 吃到現在耶 就是它 就是它這個味道 真正的美乃滋 為什麼呢 裡面的美乃滋 所有的東西的平衡 平衡做得非常好 它的美乃滋是帶一點 柑橘香的 有...它有 超級不膩的耶 好好吃 好好吃喔 我本來想說 你看這個一份啊這麼大 然後那個捲也超大的 你會覺得一個人可能吃不完 現在我覺得 完全吃得完一份 一份飯都可以 薄具捲壽司 這根本就是壽司界的小清新嘛 清爽不膩口 讓人一口接一口 但夢多說 要教大家更道地的吃法啦 來 就是要點上這碗配著吃 才會完全對胃喔 有沒有 螃蟹 花蟹味噌耶 這個喔 這個套餐是我們的反景集合 就像我跟妳一樣啊 我們是黃金組合 是 我跟我們一樣 我們是冬天公民 我教你們 我啦 小時候 因為會怕燙 我用這個 我先放在海邊 你現在也很怕燙 不是只有小時候 對... 這個就是螃蟹的香味 很濃郁 然後主要的是它是白味噌 還不錯喔 白味噌的特色就是 它不帶酸味 對 喝下去之後很順口 這味噌湯我很喜歡耶 是不是 對啦 就是這個超廣螃蟹味噌湯 讓人一口壽司捲配一口湯 而且螃蟹肉還給超多的耶 老闆你真的是下中粉了耶 非常非常好吃 一個味噌湯裡面 可以吃到一整隻的花蟹 真的很棒 很帥耶 而且是價錢也很便宜喔 這個味噌是500多塊日幣耶 很便宜 500多塊 然後這個零多塊 很便宜 然後這個零多塊 兩個都加在一起 大概是1500塊日幣左右 很喜歡 很開心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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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的小時候的回憶 真的很棒 好吃... 這個好好吃喔 一片1000塊日幣 2000 2000 很像假的夢境 九州真男人的眼淚 因為我很擔心啊 我很擔心 不要很多很意外 連這都睡好了 連螢幕也可以控制 我真的很開心 讓你們看這些夢球 我真的很開心 好棒 台北失控節的讚嘆 讓這一片風景 我覺得整個人生 都充滿了光明耶 人生有希望 客人啊 在宮崎大使的加持下 這團人啊 竟然超幸運的 碰上了櫻花大滿開 趁著天氣大好的這天 大家就小鳥來去散花囉 太棒了 美待了 我跟你講 宮崎縣好賞好隨 好男人一位 還有 太棒了 宮崎大使 請讓我為你帶上 我真的耶 憂鬱的條 我真的很自然 我是宮崎大使 這裡太美了 我可以先帶你們看一圈嗎 很厲害 你們看這一條 櫻花大道超級美的 漂亮喔 因為我沒有在日本看過櫻花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真的很感動耶 這一個好美好美喔 像夢境一樣耶 對不對 而且這裡 因為我是宮崎大使對不對 就是指了櫻花一萬 請看這裡 油彩花 叫做南野花 是不是很漂亮 怎麼可以這樣 同時有櫻花跟油彩花 這種只有畫裡面 才能出現的情景 我居然親眼看到耶 我是個人 雖然說我是日本人 但是我其他的地方 沒有看過那麼的漂亮的 櫻花跟油彩花 我覺得非常的棒 這就是宮崎塞溝的 賞花名所西都園 自由行的人客 可以從室內坐公車來 當然 來到這可不是只有看看花而已 而且我覺得日本人真的很會設計 他們啊 比如說他們就推出了一些 季節限定櫻花的一些什麼 零食啊 包裝啊 而且明明白白都是秘魯喔 對... 他硬是要給你不同的牌子 有不同的包裝 然後每個都讓你很想買 是 一定要的 因為日本人的四季分的 很明顯嘛對不對 所以對我們日本人來的話 春天是很重要的開始 好可愛喔 是不是 一定要講這個 你們知道宮崎的草莓 都這麼大桿喔 然後這樣子一大盒兩層喔 這樣才499日幣耶 對啊 我們來吃點東西好不好 好啊... 你們通常一定會吃什麼 沒有... 我們先這個飲它下有沒有 先乾杯 乾杯... 乾杯... 人客啊 大家都知道日本櫻花季超熱賣 近年來不管是東京還是京都 每逢花開時呢 當地湧京的遊客 可是比櫻花還多呢 所以食尚旅遊指南超推 這片還沒有被觀光客 開發的大美景 春天來宮崎啊 真的是超好超棒的啦 剛剛真的是我車上 人不是眼淚掉下的原因是 我第一個 我真的真的想要讓你們看到 真正漂亮的櫻花 但是櫻花是真的是運氣... 真的是運氣 因為有時候像今天剛好 全部都滿開 但是一個禮拜過後沒了 所以真的希望 我也人我都很少看到櫻花 我大概五年一次吧 所以我就非常會真的壓力大 結果今天天氣又好 然後花也開了 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十三萬家 跟櫻花一樣喔 慢慢來 來場零吹雪吧 對啦 春風吹著櫻花的舞蹈 這就是你最最棒的出逢 好 天啊 你昨天愛宮崎的程度是多少 現在嗎 直逼致力 真的嗎 就是還是會想花錢再來玩 當然 我還是想帶自己心愛的人來 然後帶家人來啊 好棒喔 我可以想像我牽著我兒子 讓他在這邊跑 然後幫他照相耶 那一定要找夢多叔叔 不能叫他叔叔 我要叫我兒子叫他夢多大人 好 這位媽媽妳也差不多咧 那咧 夢多大人啊 那下次也可以帶上小的 去宮崎開心一下嘛 謝謝 等一下 心情... 空氣真的美 美炸了 是不是 心情真的好好喔 心花開 好開心喔 那裡是那個歐陽度河 這個就是我小時候 每天爬步的地方 對 你的小時候生長的記憶 是... 而且我現在這邊 右手邊 第一個 對 這個兩個 叫做宮崎観光美店 宮崎觀光飯店 這家很厲害喔 日本的天皇來到宮崎縣 都是住在這邊 你說天皇都來住這 對 之前坐在這裡 都再次跟你出來 就是跟天皇出巡啦 不管 真的 太誇張了啦 日本的宮崎縣 日本第一名 不是只有我 還有其他的 更厲害的去裡面 走 日本第一 宮崎大使說的日本第一 不是別的 正是他最引以為傲的 我們這半年來一直不斷的聽 夢多講說宮崎牛多厲害... 什麼牛都比不上他們 日本第一的和牛宮崎牛 今天我們就到宮崎來見正丈 對啦 而且這次夢多大人 可是賣進了老年 幫我們喬到了這一間 隸屬於宮崎促產協會底下的 直營餐廳耶 而且還特地安排主廚 來全程做篇服務 這規格真的是太高了 我要吃囉 這邊位置很夠好 我先歸一下 這個不好什麼... 什麼 妳要幹嘛... 妳要幹嘛 夢多什麼什麼 妳要幹嘛... 快點給他帶上這個 喂 真的假的 有那麼誇張的好吃喔 巴小玉人生第一口的宮崎牛 吃的是大腿牛腱 還不趕快說日本第一的滋味是如何 快點... 他雖然說是瘦肉 他說的喔 但它裡面的油分還是很夠 往常對和牛的印象就是 它非常的雅致 很一大片 然後都是油脂 它這個完全是呈現了一個 粗獷男人味的感覺 可是它的肉非常非常的柔軟 好開心 咬下去之後全部都是炭火的香味 跟油的香氣 好好吃喔 這個宮崎牛的厲害 可不是當得虛名啦 他在日本每5年舉辦一次的 和牛奧運比賽中 宮崎牛可是連續兩屆 獲得內閣總理大成獎 還奪下了5個冠軍耶 不只如此 在大相撲比賽 拿下優勝的相撲手 他的獎品就是一枕頭的宮崎牛 你說他會不會猛不猛耶 來了... 是... 和牛壽喜燒 但是它不是壽喜燒那種 在水裡滾的那種 它叫做Yaki Suki 不是Suki Yaki Yaki Suki 它就是我們印象中的 和牛長的樣子耶 是 沒錯 它的油化的非常漂亮 你們可以告訴我這樣一片 大概多少錢嗎 一片一千塊是幣 兩千... 我說這團有宮崎大使帶隊 沒有最狂 只有更狂 一片超過500台幣的燒肉 巴小玉啊 你還給我一口吃咧 你要不要那麼過分啊 天啊 它是小Baby的皮 跟小Baby的肉 什麼東西 我根本沒有咬耶 你看 我根本沒有咬 它是整個融化在我嘴巴裡面 有看得到嗎 它是一個是伊斯餅吧 真的 它像鮮奶油一樣的融化在你的嘴裡耶 那我吃看看喔 來囉 對了 剛剛忘了跟大家介紹 壽喜燒肉在吃之前 得先沾這一碗混合溫泉蛋 山藥跟壽喜醬油的醬料 光看這個畫面 我的嘴巴就要撈到來囉 太好了 這個性感 真的 妳剛剛吃的是很南美無味的 牛肉對不對 對 它很有起司的牛奶味喔 好性感喔 它是一個一入口就融化的 肉冰淇淋 而且就是它的厚度剛剛好 因為那個如果更厚也不行 更飽也不行 好 這樣也很好吃 超好吃喔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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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真的是賣夢多大人的臉 拖他的福 主廚特意為我們準備了 七種不同部位的宮崎牛 而且大多還是很少見的珍稀部位啦 像是這個鮮皮肉 阿松我還是連聽都沒聽過耶 然後還有取之於 背跟屁股中間的那一塊 我跟你講這個是 上面是瘦肉 這個是肥肉 一半一半 叫做ROLA 那個就是那個啊 就是有點像那個什麼 三線酒店啦 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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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我們馬上懂了 目怪比喻超有畫面的耶 這...這是什麼怪比喻啊 客人啊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好奇 桑新酒店的宮崎牛 吃起來是什麼樣子呢 剪接師啊 麻煩直接進入口感的部分 謝謝 很明顯喔 我剛剛是兩個部分的肉 一起做進去 嘴巴裡面還是分開 但是他們的兩個味道 不會打起來 但是很明確的 我是比較瘦的部分 我是比較肥的部分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的 很神奇耶 好好吃 然後主要的是空氣 最後我的嘴巴裡面 是留下來空氣牛的香味 棒 你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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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剛剛口感的部分 它已經形容了 我可能只能用一些畫面 來讓你們知道 它大概是什麼樣 在我體內的衝擊 它很像是 偶像劇裡面的霸氣總裁 有比較多的那部分 一開始就直衝我的嘴 分味蕾 再來瘦的部分 就像是霸氣總裁 在溫柔的壁咚你的時候 你就是擋不住 它那股柔情似水 然後你就想說 來吧 來吧 謝謝 好棒喔 你好會心動喔 霸氣總裁 好可怕喔 你還想要耶 你知道嗎 還想要 不管它被你有沒有壞 你還想要 這是多可怕 你知道這些空氣牛 我沒有互說八道嗎 沒有 是不是 從此以後 我們不敢再說你浮誇了 你說的都是真話 不是 這是人才的 觀眾朋友們 相信我 一定要來空氣線吃空氣牛喔 旅行最終站 公崎專屬歐美亞耶 讓瘋狂人氣徹底施工啦 然後我希望老公看到我買這些 他還會愛我 你看筷子... 是那個繩子要不要買 好可愛喔 這一定要買 拜託吃了你們拜託一定要買雞皮 還有公崎限定的夢幻零食 想要買10包 10包夠不夠 要買10包 看會有點紛寬 我想要買10包 自己搭訪自己的路 別忘了走 各位 去宮崎 好 來到宮崎住宿 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先把這一個 再次帶到你的身上 為什麼 又來 因為我們的大谷大人超級威 他為我們安排了 全宮崎最高級的飯店 我們昨天就是住這裡 是... 超氣派的一人一間 一定要 無敵海景房 不好意思 一人一間的無敵海景房 巴小鈺啊 你是說你們七個人一人一間 住進這種進房間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玄關浴室 大到不像話廁所 還在另外一間 比較高...高級的房間 三個晚上嗎 夢多大人啊 你這次真的是開大絕耶 然後去東京的房間 他說夢多 我跟妳講 為什麼 那個東京的房間那麼小 因為你們在東京 不是 是因為你們沒有夢多 所以你們多一點來 怎麼說很棒喔 除了房間敲 飯外 這間飯店的復食設施 也是一等一的 有 麵海朝日流 國際比賽高爾夫球場 收明溫泉 超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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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標配 陽光擁抱 休息 潤 還有超好吃的寶貝 早餐 這完全就是一個度假的節奏嘛 大谷大人 我們接下來還有飯店的 什麼地方還沒去過的呢 我跟妳講... 這一家的房間真的不得了 是的 請來這裡 好啊 這邊真的很特別 我是幾乎其他的房間 沒看過他們這種的服務 親戚裡面就知道 走... 這很像是雪茄市耶 或者是品酒的地方 NO... 這裡是Later Room 是提供旅人祭出回憶的地方 最棒的是現場有10多種 免費明信片任君挑選 而且郵票還是飯店Savis提供的耶 飯店是說 對 飯店是很漂亮 他們有高尾富球場 Naito Golf 好漂亮喔 也是高尾富球場 還有松林... 對... 有買耶 那些都是免費 因為我這一趟都還沒有買明信片 寄給我老公 我可以在這邊寫 而且我剛剛看到它桌上 你們看 很可愛喔 真的很可愛 看看 它全部提供了那個耶 就是畫筆 印章 什麼你要的都有耶 對 說真的 一碗將近萬元台幣的住宿 是不便宜 但這一間全宮崎最高級的飯店 它的設施真的是棒到 讓人可以整天都待在飯店 也不無聊啦 貴得非常有價值 對了啦 到了晚上 這邊還有很棒的花園酒吧 美白玉 這個氣氛棒不棒 最喜歡了 對不對 這個2017年開的 去年開的 然後年火的第一次來 我們算採線耶 真的耶 好棒的感覺 好有氣氛喔 在這邊弄了一個營火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 可以烤棉花糖耶 棉花糖 夢多 這次真的很謝謝你耶 怎麼說呢 我們在宮崎可以住到這麼好的地方 然後吃很多好吃的東西 還有可以吃到一顆要2700 跟或者7000塊的愛文芒果 我們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 夢多桑啊 你這句話就真的很實在啦 不過說到好吃的宮崎 不是還有什麼燙火燒雞 南蛮炸雞之類的嗎 都還沒吃到耶 趕快安排一下吧 如果你想要吃 你從來沒吃過 吃了之後再也回不去的南蛮炸雞 你就是這個 回不去 真的回不去了 因為我在台灣吃南蛮炸雞 就是炸雞加塔塔醬 然後他就說它是南蛮炸雞 我真的一直以為就是這樣 完全顛覆你對雞肉的想像 好好吃喔 我可以一人吃掉一份那個 說成這麼厲害 你到底跟平常吃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咧 看來還是得讓專業的宮崎大使 來說清楚講明白 好囉 接下來給大家介紹一下 也是我們宮崎縣的名產 世界第二名好吃的南蛮炸雞 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我媽媽做的 東京福甘 我跟你講福甘的南蛮炸雞 我有一次在氣球吵架過耶 真的喔 他說這是宮崎縣來到南蛮炸雞 吃 不義 假的 如果你真正的要吃南蛮炸雞 你一定要來到宮崎縣 非常厲害 完全不一樣 你來吃看看 好 吃有吃 這個南蛮炸雞的起源就是在宮崎 正統的南蛮炸雞 是外表裹上一層南蛮醋醬 這個醋醬才是它的靈魂所在耶 它不是乾淳淳塔塔醬耶 是啊 很複雜 它的美乃滋裡面的蛋黃味 很香很濃 然後它有加一點是小黃瓜嗎 小黃瓜 沒錯 超級清爽 而且我也以為的南蛮炸雞 它的皮會很脆很脆 不是耶 它這個 你的皮外面 還有加一個什麼 醋 然後那個 對 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後就是有些間是叫檸檬 但是這一家是醋跟撒膽 還有醬油 然後應該是料理酒 比例是我不知道它不告訴我 是它不告訴我 很好吃 這個吃下去不覺得 你在吃炸的東西 完全完全的清爽感 是 沒錯 這個微酸之中還帶一點甜味 蛋黃美乃滋的香氣 配上雞肉的多汁 但是以後如果吃不到 那麼好吃的南蛮炸雞 這是該怎麼辦啊 我跟你講 有些間的南蛮炸雞脆脆的 這個是假的 南蛮炸雞就是要酥韌 然後就是酸酸甜甜的 我吃看看喔 好好吃喔 空氣餡是其實南蛮炸雞是一樣 有些人喜歡用雞胸肉 這一家是雞腿 我是個人覺得是吃南蛮炸雞 雞腿比較好 因為比較汁 所以你們來到空氣餡 你們可以自己找看看 自己喜歡的 所以只有你的南蛮炸雞 非常厲害 沒錯 一定可有一滋味 這間有全世界第二好吃 南蛮炸雞的在地居酒屋 可是夢多上的口袋名單 接著要上場的 也是宮崎名物 炭火地雞 它的炭火香味 真的讓你沒有辦法忽視它 一進到嘴巴裡的時候 炭香味就先衝進來 然後再來你就是知道 它肉的甜味 它開門見三的 就是給你雞肉的香甜 然後它的搖桿 然後再來它的炭火香 超級讚的 真的很好吃 我跟你講喔 因為我們男人 九州男人怎麼吃呢 直接這樣 來囉 好帥喔 它油脂很豐富但不膩耶 在宮崎吃的是地頭雞 這是日本本地品種 它的肉香濃郁 肉質Q彈 油脂卻是豐富而不膩啦 地頭雞比一般的雞還難養 因此它還更被稱作是夢幻地雞 這雞真的不無簡單 它還被官方指定為天然紀念物 咧 咬一口 男人吃吧 炭火 好帥喔 Man喔 爽 你好像剛打完你也回來喔 是不是... 這幾日的雞自己烤那樣子 沒有 這個來當我們這次的 這個沙心酒太棒了 是不是 來吧... 這一趟宮崎太精采 謝謝夢多哥 應該的... 好吃... 喂 觀眾朋友啊 別急著關店是洗一洗碎 離開宮崎前按照旅遊的訂班行程 買伴手禮是必須的 夢多大人推薦 想要買到最好最齊全的伴手 就在縣政府旁的戶場館啦 這個是什麼 雞皮耶 這個很好吃喔 這個真的嗎 宮崎做的 那我們可以開一開吃吃看嗎 我跟你講 你們要吃什麼都隨便開 隨便開 這個好特別喔 我沒有看過 沒要吃 喂 夢多喔 你雖然是宮崎大使 我們也不能站霧島觀眾啊 客人啊 我們是有事先跟現場工作人員 溝通過 他們有說大丈夫 所以才能夠先試吃後買單 真的是雞皮耶 真的耶 我要吃了 我沒吃過 要買嗎... 要買 要買嗎 給我啤酒 好吃耶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東西 它就像你在居酒屋吃到的雞皮一樣 好好吃喔 你吃吃看 喂 班長 是不是 好吃耶 這個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耶 好吃耶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還在錄影 你這樣可以偏吃偏光嗎 這個雞皮啊 簡直是植物只因天上有啊 香酥脆的口感 不管是下酒 嘴殘還是紓壓 都很容易就秒刻一包耶 李家這個雞皮啊 更是打開了巴鈺神秘的購買開關了 開關又被打開 真的有一點 好可怕喔 你要買十包 十包夠不夠 你先買你的... 快點再兩包 看會有點紛紅 這個婆婆會十包 那我買給婆婆吃 這位台灣好媳婦啊 你別只光顧著買 介紹一下婆婆喜歡吃的是什麼啊 因為你買了這個 感覺好像很退位耶 我喜歡這個 菇薄雞 這個很厲害 是空氣性的 菇薄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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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一個牛頭 一個馬嘴 是要說到什麼時候啦 我來啦 這是牛棒餅乾 這個很厲害喔 那個裡面就是便祕的人吃 這個就是聖誠 那個什麼 我有便祕耶 這個很棒 好吃 對不對 要買嗎 要買... 這個好吃 這個很棒喔 這個很好 推薦 這個好像吃牛棒薯條那樣子 因為我個人是本來不喜歡吃牛飯 但是這個是可以 好... 很香 好吃好吃 這個要買... 好好喔 還有什麼 物餐館有的可多囉 就怕買到行李箱不夠裝啦 像是宮崎特產水果日向下 它的桌邊也是超多款的 喝了沾了灑了泡了通通都有耶 日向下 叫做柚子柚子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香 柑橘 柑橘 有一點像柚子 有一點像橘子 蜜乾 有點像 就是加在一起那個感覺 妳喝看看 然後先搖喔... 要先搖喔 夢多大人啊 你身上還披著宮崎大屎紅布條 形象要比較注意的啦 好喝耶 很好對不對 它有柑橘的香味 然後它有加蜂蜜 它淡淡的 真的就是一個 很像是在家裡調出來的 那種夏天的飲料的感覺 對 它是夏天的飲料 講得沒錯 你剛剛是破音嘛 對... 太天破音了 對大人不敬 這個好喝 這個可以在當地買 帶在身上喝 別看巴小玉吃了如此 忘我買的如此失控 她可是沒有忘記 在電視機前面的你們了 你看喔 這個是宮崎的吉祥物 跟熊本熊的 因為聽夢多說 他們兩個不是很合 他們四個不是很合 四個不是很合 所以他們能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算是蠻厲害的 我們送給觀眾朋友 這個全部送給粉絲 宮崎大使 宮崎大使 宮崎大使還是要補儉 他還是幹嘛收儉 人客啊 這次的九州行就暫時告一段落啦 說句大實話 這次真的很開心有九州真男人 讓我們看見更棒更好玩的日本 所以希望下次咱們可以九州再見啦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薦 如果你們有要計畫 短期的旅遊的話 可以來宮崎玩 真的很好玩 我愛上這個地方了 YA 你愛上宮崎線 希望觀眾的朋友們 也是愛上宮崎線喔